无尘大师,可是早知希儿是姑娘家,无尘法师,我发现我能听到希儿的心声,无尘大师唇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,似乎对此并不意外。 贤妃娘娘,你可相信前世今生啊? 其实,我以前是不太相信的,但生下希儿后,我是有些相信了,希儿时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,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不是重生的,她似乎对未来的事情知晓几分,还是说她有知未来的能力? 世间一切,讲究一个,原字,她既然来了身边,自是与你有缘的,至于她从哪里来,那真的重要吗? 贤妃听她这一番话,心情也渐渐冷静了下来。 无尘大师说得不错,不管希儿曾经是谁,我只知道她现在是我的女儿,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,我会好好照顾她。 如此便足够了,你种下好的因,自然会结下好的果,她是善与恶,有时候就在你一念之间,父母好,子女自然就好,反之亦然,娘娘与皇上便是她言传身教的老师,娘娘若是希望她长命百岁,便一心向善,那她的未来自然是不差的。 无尘大师所说,我记住了,从今日开始,她就要日行一善,日后只要是做善事,她必将冲在前头。 至于能够听到她心声一事,她的心声对于娘娘来说,应当是好事一桩,娘娘就不必告诉她了,告诉她了,她反而就说的少了。 我也正有此意,此番前来,也是想来给汐儿求个平安符,左个儿发生了一件事。 贤妃将昨日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,无尘大师听完,笑眼弯弯。 娘娘放心,寻常人伤害不了她的,更何况小公主身边的少年是个有能力,有福气的。 有她在身边,小公主自然无恙,哪怕是遇到凶险的事情,也能够化险为夷啊。 至于平安符,她更是不需要。 娘娘只需记住,她不会害你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